怀抱礼 怀抱礼这道菜里的鱼一大一小 小鱼依偎在大鱼的怀里 这是山东恐腐的一道鲤鱼菜 渊源已久 做这道菜的主料是 鲜鲤鱼大小各一条 南齐精盐肥肉标 木耳料酒湿淀粉 葱姜片蒜片酱油 清汤鸡油花生油 肥肉条 蒜姜片 葱 南齐 做这道菜 将两条大小不等的鲤鱼 两面改成斜刀口 关于这道菜 德明有这样一个传说 孔子的儿子孔礼 墓葬在孔子墓的前面 成为豹子邪孙的墓葬布局的格式 怀抱礼 这个菜名就由此而来 在整理好的鱼上用酱油 料酒 涂抹均匀 涂抹均匀 放少许金盐 味精 腌制入味待用 炒锅内加入白油 待油温升高到九成热的时候 将两条鱼逐个下锅 炸至红色时捞出 炒锅内加底油 放上葱 姜块 蒜片 加入肥肉标斯 放酱油 加清汤 加清汤 将鱼倒入炒勺内 加入味精 加入味精 清盐 料酒 喝少许的白糖 用慢火烧至十五分钟左右 放入南棋 木耳 将火烧开 然后把鱼翻过来再烧三分钟 起锅时 先把大鱼正面向上轻轻铲出 放到盘子里 再把小鱼轻轻铲出 放在大鱼的怀里 炒锅中 炒锅内加少许淀粉勾芡 然后淋上鸡油 将汤汁浇在鱼身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要掌握好火后 鲤鱼出锅的时候 动作要轻 不要破坏鱼身 这道菜的特点是造型奇特 色泽酱红 鱼肉鲜嫩 为命